欢迎收看鼓声响起 我是紫燕 我是阿翔 节目开始前先帮我订阅阿翔老师的个人频道 订阅按赞留言 还有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支新上架的影片 好我们回到大盘 今天大盘呢 其实就还是差不多都在两万点附近这样子来回震荡嘛 但这个不是重点了 重点是昨天的那个 灰达的GTC大会 就是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就是昨天其实黄仁迅他有讲了 就点了几家那个台厂嘛 然后都讲的还不错 奇怪为什么今天AI股好像没什么动 因为市场资金不在这里 不在这里 因为要请所有的观众朋友记得 就是说我们在股票市场投资 我常常讲筹码很重要 因为筹码是要去看大户它往哪个方向走 那现阶段像一些AI的股票 它如果还在修正阶段像IP的股票还在修正阶段 就不能把资金塞去那边 嗯 这个你会输很惨 是 然后再来就是说像有人在谈到AIPC 我上个礼拜去非凡的时候就有特别谈到AIPC 现阶段看有这个题材性 但是销售旺季并不是这个时间点 嗯 所以市场资金也不在这边 那市场资金到底在哪里 两大方向 两大方向 第一个就是选中台积鸿海 可是今天台积电跟鸿海也没什么动啊 那涨多了休息一下不行吗 哦 哈哈哈 对不对 太累了 对你要去算一下鸿海人家前几天已经加起来 已经买超过200亿了 是 对 还那么大支这样拉上来 哦 所以呢 鸿海带动上来 然后第二大方向是什么 这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主题 我们先回复第二大方向是什么 就是ETF 嗯 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我也会透露一些线索 让各位去找找ETF 那些ETF接下来要买手 哦 那我这边给各位一个提醒 什么样的提醒 前上个礼拜 市场一直在疯传 那个前十党 前十名前十党 嗯 嗯 嗯 怎么了 老师这样子笑啊 以公开的资料不叫做好东西啊 哦 懂吗 那我就问各位简单一点的问题 0093900940 前面十党 有鸿海吗 没有 所以那些有些东西是我们明眼的一看就懂 对不对 看不懂了就看了那个前十名想要买 但是你会发现2317的鸿海 最近投信额买很多啊 对 对啊 所以逻辑上是这样 给各位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 他不是只有前十名会买 后面呢 10到20的 10到30的 像这种时候你要从他们的一个思考逻辑去看 什么样的逻辑就是大的方向 现在卖的时间卖入快卖入四月份 第一个叫做高股息 是 然后投信不会去买小型的投机股 他们不会买那种什么小型小支的股票 所以叫做中大型的高子率股票 嗯 这个他们才会买啊 所以鸿海他会买一定会买的 这必忍惊想都会知道 但是你当你没有看到他在前十名你就不敢买他 所以逻辑上是这样 所以你看我买了120块不到 还带货转票直接全部人去上车去买鸿海 今天冲不上来 稍微短线涨多了一定会震荡都很正常 但是呢 我们已经利于不败之地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 我们要跟各位讲 海公共使出化骨勉掌 化骨勉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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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领子弟兵向前冲 好 那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 要谢谢所有按赞的好友 也要谢谢所有在下方留言的好朋友 你们的鼓励 你们的问题 我都看得到 我也都收得到 也感谢所有大家的认同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这是3月13号复习一下 给今天才看节目的好观众朋友 之前已经看过了 我们再复习一下 复习完快速浏览 好不好 3月13号我就已经特别谈到 海公共不再慢慢走 能源跟鸿海 我们两大重点 在上个礼拜的时间是这样 后来从120就直接冲到最高137 138 好那这是我们之前给会员朋友的一个讯息 到今天我还是获利报了 我们就跟各位这么说 这个是先前3月13号10点51分 发给所有会员朋友的一个讯息 我说答案很简单 120块附近买进 以防装家一路拉 所以就直接往上勾完 还真的一路拉 这就是我们看筹码的一个优势 看筹码的重点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掌握大户资金的一个方向 所以看筹码有效 我们才会继续讲 这个方式是有效的 不是说才会继续讲 是说这个方式是有效的 所以你再回过头来 这是之前鸿海的一个月线图 你会发现在上个礼拜 礼拜五的时间3月15号 我去非凡股市现场的时候 有特别跟全国的观众朋友说 报警报老 所以到了今天礼拜二的时间 我想应该一定会有人会觉得说 礼拜一隔日冲就冲下来了 但是你看K线图根本不理你 所以逻辑都很清楚 然后这个是3月13号的总共的股东 大股东的这个持股比率 红色线条是大股东持股比率 然后上个礼拜 大股东疯狂疯狂的帮忙 买鸿海 我要真的要谢谢这些好朋友 大户好朋友 真的是谢谢你们 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 两岸一起救鸿海 对不对 所以回过头来 继续往下看 不好意思 那当然今天3月19号 他已经来到这个位置 短线量说震荡整理涨多了 那但是呢 多方缺口不补就是多方市 这个逻辑是这样 如果你先前没做到鸿海的 接下来我们要带各位看看什么 宏家军 上个礼拜我们就一直列出 这几档股票给各位看 你会发现这几档股票 在这几天的时间表现其实都还算不错 尤其像今天其实有很多的股票 他其实中小型个股已经在修正 就像刚刚子彦所问到的 为什么GTC大会有一些AI股怎么表现的不好看 对不对 我们举例来说的 像是3017的骑鸿 3324的双红 都拉回了 完全的验证到我在前两个礼拜 那个叫做什么 财经急诊室 黄仁勋点名的散热是接下来的热点 然后结果后面就见高点 热点就是高点 所以散热也开始做修正 那当然我不是说散热不好 而是短线涨太多 短线涨太多开始震荡剧烈 他是在短线上来说他就是不好 所以在落下的刀子的情况之下 不要急着去接 不要急着去接 那我们在接下来继续往下看 就如同我一直在讲的 你眼光放远你看到的世界会很不一样 这也是我们买红海的一个根本原因 然后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去问了会员朋友 我上个礼拜不是通知会员朋友 所有人我们都通知了 有一部分的人 一小部分的人他没有去买红海 有人没买 有 他们回报他不敢买 我问了一个他说 哈老师啊 红海好投机哦 好投机 然后我左想右想 为什么他会觉得红海投机 对 我想红海这么大支的股票怎么会投机 然后后来想通了 想通的原因是什么 这些会员朋友 这少部分的会员 一定是我自己在思考 他一定是之前 郭董在选总统的时候 被媒体整个洗脑 洗脑说郭董很投机 被政治影响到你的投资的观念 这是不对的 我们讲白话一点 政治它是政治 你没有发现 你没有发现 反而郭董不选总统之后 对不对 红海反而涨上了 对他反而会涨啊 所以呢 而且郭董的 我们不是要评论郭董的个性 我说 他在商场上这么多年 他的做法是对的 那他的做法在股票市场也是对的 你跟股票谈恋爱 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对不对 跟股票谈恋爱有什么好处吗 你告诉我 没有 你反而还越来越讨厌他 看到他跌就越来越生气 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讲 有时候我们眼光放圆 你看到的世界会很不一样 就是这样子的道理 所以我才会说按赞 有格局 好吧 赞先给他按下去 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海公公 这个 还有今天重点呢 前两天有观众朋友留言 叫海大富 对 这个是当初这个周星驰 应该是鹿顶记吧 对鹿顶记 鹿顶记的这个电影里面当中 海公公使出化股年长 对不对 这个现阶段的整个台北股市 红海 就是目前正在使出化股年长 接下来就是小太监要跟上的时间 是指红家军要跟上了吗 不是所有红家军都可以买 我再讲一次 上个礼拜当红海在涨的时候 然后我都看到有一些财经媒体 在跟着爆一些红海的 红家军的股票 然后随便乱点名 只要红家军他都随便点名 这逻辑是不对的 为什么我跟各位说不对 就像你看 我在飞板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在谈红海的时候 除了第一个重点 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说 红海报警 对不对 是 然后第二个我们在谈到红家军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你有看那一集的节目 我上面说了 我说红准以胜 不要碰 对不好 不是说他们工学不好 而是跟这个红海AI伺服器的观念性 真的我要直接讲 真的很小很小很小 所以你看在股市现场当中 他会特别帮我们上字幕 金顶化汉 这是金顶 上个礼拜五是在这个时间点 上个礼拜五化汉在这个位置 今天也正式往上突破 都带量公高了 这个黑黑全部都一根长红吞全部 是 这个叫做技术面整理结束的突破 技术面整理结束的突破 然后我们再来去看 这是5243的以胜 你有没有发现 看了红海涨停跟着涨上来之后 马上人家就隔日冲冲掉了 对不对 2354的红准 一样很大的隔日冲冲起来 所以你今天看筹码的一个目的 还有了解产业的目的 是要当我们能够很清楚 当一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迅速的去分辨 哪些股票可以买 哪些股票不能买 就像当初我们跟各位讲NVIDIA 要供自研晶片这块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讲 未来不再是所有IP一起涨 然后IP就跌到现在还在跌 对 我还记得那个是2月份 我们在跟各位说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爱卜啊 金星科啊 世新啊 世新还卖到4000块以上 就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研究产业是一般投资朋友最缺乏的 这也是你们收看我节目的原因 筹码也是我们要继续持续带给各位的 看到这篇你喜欢的话帮忙点个赞吧 来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3月18号就是昨天这个GTC大会 大家都在探讨这个事情 我想这个也是刚刚直接也有提到 奇怪了怎么AI的没有涨 在涨还是别的东西 在涨别的 对下面这一支是谁 很像瓦丽对不对 对很可爱 很像以前那个电影当中那个 瓦丽 对他就这样喊啊 对他就这样喊啊 所以GTC大会NVIDIA 他特别展示了新的他们的人型机器人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人型机器人计划 其实我在看 他等于是未来他架构了一个自然的那个大型生成式语言的一个模型 一些套件全部都准备好准备好之后 当然他们也要建立这个 那时候我们在看昨天的一个GTC大会当中 一些报道当中也看到了 未来他们会做这样子的平台 当然你其他厂商要跟进一定会有机会 因为NVIDIA最厉害的事情是什么 他会把相关的这个设计或者是相关的都配套好给你做 给其他厂商去用 就像为什么GPU 这个为什么人家说AI伺服器 现在他足起了一个护城盒 就是因为里面太多给生产者所用的工具 他们都准备好 所以当黄文勋他特别在展示这个人型机器人的时候 背后就是要预告你未来的确这个就是一个大的方向 这也是可实现的方向 因为套件他们已经准备好 就是给生产者用的 那这些生产者用的套件 未来那当然就是其他厂商他就会跟进 所以他其实是在规划整个大的一个未来 当然这个未来在短时间之内 你可能不会马上看到它的成效 但是当大方向清楚了 我们做股票就很有机会 那你看到这一个想到要做什么股票的 要做什么 所以我常常说 东产业很重要 以前我们在过去的一些观念当中 机器人的概念通常他跟工业电脑会比较有相关 跟工业电脑会比较有相关 六四一式的化汉 3月19号 红加军工业电脑族群 当然也不止这个 等一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张 你看我化汉 六四一式 我那时候有讲了嘛 我还考量到有些会员朋友说 红海好投机 赶快去买化汉啊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在308成交 收盘收到好像是313吧 313等于是今天是现买现赚 因为毕竟他今天我刚刚有讲嘛 一红吃全部的黑 刚突破 这个法人自己 今天应该看起来是直接大呼一起进来 那这边要特别看 你看像是其他 你看跟工业电脑有关的 到整个直接冲上来 广民之前是在找他的机器人啊 对不对 然后还有像什么 林华也跟着冲上来 但是我这边还是要再讲一次 本线上有些中小型个股会比较震荡 我们不要因为题材一出来之后 他就看到那些中小型个股就直接追进去 因为我刚刚前面一开始有说到 现在整体的一个买盘 他靠的事情是什么 你会发现外资这两天都在大卖 大卖刚好把货丢给投信 投信的那些ETF 那他们当然背后有一些目的存在 我就不多说 因为没有时间讲那么多 但是你这边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是什么 你这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 题材出来了 未来出来了 筹码就很重要 然后另外再来就是说 洪家军整个一起在动 有海公公在前面 画骨绵掌整个打一片 对不对 打了一片之后路都清开了 当然其他的小太监就直接跟上 其实他算二当家了 不能说他小太监了 二当家玩家说小太监也不对 对不对 所以未来假设 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假设 大胆的假设就是说 如果当NVIDIA 他真的要做这样子的 机器人的一个大的方向 代工 洪海机会就很大 对 所以这个叫做买的合情合理 所以这一次我们一直要跟各位说 看产业买未来 就是这个道理 看产业买未来 看筹码买现在 今天我们来看 3月19号10点38分 10点38分在这个位置都买得到 后来就一路拉拉上去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告诉各位的 当你懂了产业 消息一出来 你第一时间就能够知道 谁可以买 谁不能买 这是我们的一个用意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会员朋友 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做 你知道我的会员很多是科学园区的工程师 真的喔 真的 因为有时候他们会聊 像以前还有曾经有这个 从台南上来听委员讲的 也是一样啊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台南介绍樊轩 那也是工程师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受到工程师的认同 那当然这一点阿翔老师也非常感到欣慰 因为至少我们在讲的东西 喔 不是这样随便拿出来跟你乱讲 随便拿出来跟你乱扯 而是经过真正的有研究 所以你长期收看我的节目 我相信你 对筹码的概念 对产业的概念一定会更多 一定能够学到更多 所以烦请还没订阅的订下去 好不好 然后呢我再继续往下看 记不记得我之前跟各位说过 短线看筹码中线看产业长线看本质 其实这个概念 其实就直接套用下来 套用下来什么 像现在整个红海很强 当然红家军大家都会认同 是 对不对这很正常 那红家军当中的二当家 我们又抓出来 让我们的这个会儿朋友 赶快去上车 大家一起赚钱 对不对 所以但是你这个时间点 记得中线看产业的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记不记得我在上个礼拜 我特别好像应该是在礼拜四的时间 还是三一 反正就是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 我特别谈到一件事情 那时候三六六一的事情 当天是亮灯暂停 这一天 这两天的时间 三月十四对 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 那一天 三月十四那一天的节目 我还特别讲了什么事 我还给各位开了一层交据 记不记得 短线看筹码中线看产业长线看本质 那时候我就跟各位说了 下跌过程当中 它不会一天的反转 一天就造成趋势的反转 跌升反弹打底 它是一个过程 你不能因为那天的涨 就冲进去买 然后就说 这个神盾很强 像昨天神盾涨停 又开始有一些财经 说神盾很强 这叫做看涨说涨 逻辑不通 因为我们在讲为什么要中线看产业 就是因为你当你整个产业还在修正的时候 我今天不是落井下石 你只要去看我的light都知道 我们到目前为止 还是在讲 屁股还是偏路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 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 你看哦 当你懂得看产业 又懂得看筹码的时候 但是在半年前 如果说买红海不如买世心 大家一定会认同买世心啊 是 但是现在你讲这句话 哇大欧表 不要买世心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每个阶段会涨的股票 它是不一样的 当这个族群再强 你就可以从里面找机会 这个逻辑大家应该都认同 但是当这个族群再落 你当然就避而远之啊 你不避而远之你来去买它 那你当然是很容易受伤 就是这个一个意思 所以还没看3月14号那一集的 投资观念的分享 跟教学的好朋友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可以帮 可以帮大家贴在底下留言 也OK啦 短线看筹码 中线看产业 长线看本质 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 洪海 二当家 华汉 都来好不好 这个是我在昨天的light 3月18号的12点05分 礼拜一的时间 今天礼拜二嘛 礼拜一的时间 你看我昨天就特别再讲一次 IP股6462神盾 你看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 神盾还要亮灯 后面他是有亮灯嘛 但是你看哦 我说仕途只稳 但是仍未稳定 我们下了一个结论 仍然没有稳定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在节目上面交给各位的观念 都在我们的行动当中 一一实际展现给各位看 这是我常常喜欢 因为我比较比较实事求是的人 有问题我们就会马上解决 所以你在我的light上面 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喜欢讲真的 不对的我就是叫你避开 那我们因为眼光放的比较远 有时候短线震荡一下 也许你昨天看到神盾涨停 你就会觉得啊老师 3月14号讲的不准啊 但是你今天看到四星跌停 你会觉得阿翔老师 真的跟神一样 哈哈哈哈 没有必要这样子 短线的上下震荡 不是太重要 除非你只是在做价差 对不对 但是我想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应该都很清楚 做价差 赚变当前 偶尔做做可以 不能所有股票都做价差 都只是做冲来冲去 不是做价差 价差可以做了 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所有的股票 全部都 今天买明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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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很累吗 赚的都不够手续费 还想要赚便当 对不对 所以呢 阿翔老师的Light 你会发现有一件 有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的分析报告 在盘中 就会给我们Light的好朋友 QR Code在这边 ID在旁边 有兴趣想要看 小丁宁的好朋友 盘中小丁宁的好朋友 都可以欢迎加入 然后呢 最后我们要再次提醒 小太监跟上了 有更多的小太监 开始认同海公公 所以他会说 你的功力在我之上 对不对 所以呢也要恭喜 我们的观众朋友 恭喜我们的会员朋友 我们的鸿海 我们的华汉 大家都很开心 所以你没看我笑得很开心吗 对 所以呢 那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件事情 第二季的一个操作策略 大方向没有变 电子做价差 非电缴波段 平衡布局 然后呢指数的部分呢 你就记得 现阶段是因为有ETF的买盘 他就特定去买那些 这个特定的股票 就不记得我一开头所说的 啊 我一开头说什么 一开头说 ETF会买的 投信会买的 不是你在看到那个前十大 前十大 你就是 是藏在后面的 你排量给人家看 胜率就会降低 对不对 你应该去想想 后面那二十大 才会是标股啊 不是吗 化汉 我认为它是其中一档 所以如果你认同阿翔老师 大的方向 给各位一个去思考 ETF的买盘 你要记得 他们会选择中大型 不会选小型投机股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又要直优高值利率 然后呢 以电子为会优先 所以如果你问我 啊电子做价差 但是这些投信买的 中大型的这个 这个特定的电子股 嗯 那个法也是可以做波段的 嗯是 逻辑上就这样 如果认同阿翔老师的 欢迎在下方帮忙按个赞 有问题 欢迎留言 谢谢 好 谢谢阿翔老师精彩的分析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最结束 明天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好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按赞订阅留言 按赞订阅留言 按赞订阅留言